接閃時間 是不是主席我請蔡主委 還有張部長以及黃董事長一起 拿來三位請 是 大家好 我想先就我們的核廢料 中長城的儲存 儲存的儲置來請教各位 其實台電曾經說過 如果一家之口 我們終身所需要的高階核廢料的總體積 相當於一罐可樂罐 是不是台電曾說過嘛 是不是 好 那這個只是在用電的狀態之下 還不包含我們日常生活中 常見到的像醫 農 工 學 鹽 所產生的低放射性的核廢器物 那我想今天我們國家 在這個核廢料的儲存裡頭 我們進程是用燃料池來儲存 中程是用乾式的儲存 長程是用最終儲置 這樣對不對 是嘛 教員報告 這個是針對用過燃料的部分 剛剛委員講的一些在醫用啊什麼等等 那個不是屬於這個範圍 那個屬於低強度的肥料 是對 低階的 對 我剛剛有講 我現在是想說 我們的中程的乾式儲存 合一廠目前計畫是在今年底開始要運轉的嘛 它可以放的容量有1680數用過的核子燃料 那核二廠的部分是預計在104年要取得這個運轉執照 到時候它的容量是2349用過的核子燃料 那以目前我們核一廠 核二廠的那個發電所產生的核廢料 這兩個儲存的計畫內容 是不是能夠足以用到我們預計退役的年限 是不是可以 夠不夠 如果如期這個啟用的話 對 對 對 是的 那如果說 因為我們現在不興建核市 我們不啟用 不動用 那如果核一核二廠要延長年限的話 那麼這樣的一個容量到底是不是到時候會夠 請問誰可以回答 跟委員報告 那如果要研議的話到時候還是要增建這個乾式儲存廠 還要再增建 那增建的話要多少時間 這個要經過環評啊 經過再增建 對 您預估 這個大約要多久 至少五年嘛 所以現在我們有沒有一個備案 因為現在核四我們把它那個就是安檢封存 這是最大的共識了嘛 而且我們是朝這個方向嘛 那我們的替代能源 未來的那個電能怎麼樣產生補給 這個還待會我要請教 也就是說如果核一核二廠要研議的話 這就會遇到問題了 所以有沒有這樣一個附帶的一個開始 目前我們規劃當然是有在規劃中 對 但是因為這個研議不研議 現在還沒有確定嘛 所以我們只是在規劃而已 如果要研議的話這樣來得及嗎 五年 要很拼 是啊 所以本席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說請在座的尤其張部長 這些問題我們都要一併去思考它 我想這個核廢料的放置 尤其我們了解這樣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這個像我們這個低階的最終的組織長 我們是預計要在金門縣的烏丘鄉 跟台東縣的達人鄉透過公投來選定嘛 那這樣是不是已經是一個確定的做法選項 這個是目前我們針對現有調查出來 可行的場子 從工程技術面 那麼要依照選擇條例要進行相關的程序 程序完成之後才有可能去設置 那麼現在的程序就是必須要進行公投 那麼地方的公投 因為地方政府還不願意做 那麼台電還在跟當地地方政府在溝通 是 所以我想這其實真的是一個一個的難關 都要靠大家一起來 這不會只是政府的事情 是全國同胞的事情 接下來我想全球有34個國家 有80座第一放射最終的處置長 其實這個34個國家裡面有13個國家 其實它根本都是沒有核能發電廠 但是它也設置了這個低階的最終處置場 這就表示說日常生活之中 這些廢料是都存在的 不曉得我們現在 我們的高階 中階 低階的核廢料的比例 大概有多少 知不知道 比例的這一部分 可能我要請台電公司要試算一下 不過剛才程委員講的確實是如此 不管我們今天核四沒有商轉 核一 核二 核三 將來不管什麼時候除疫 現在所有的包括工 工業 醫學 醫學 對 這些研究單位等 都還有地方射接 對 都會有產生這個低階的核廢料 所以都必須要做些處理 其實我們對於核廢料的處理 包括現在設置的乾式儲存等等 以及將來比如說是最終處置 都是要引進國外的技術 台電公司大概是從民國75年 就開始進行相關技術的研究 所以我們會用國際的標準來處理 接近他們的經驗 然後再按照我們的條件 然後不管怎麼做 我們要讓國人都很清楚 尤其剛剛有委員 許委員在指說 那個黃董事長 你騙人 你有騙人嗎 你有沒有 你有騙人嗎 你有欺騙國人嗎 我沒有騙人 好 我就是希望你要坦蕩蕩 而且要主動去澄清 那另外我想要針對 這個核四固緊急應變計畫 我要提出一個意見 台電曾經說 強調說日本的福島核災是因為官僚體制 導致錯過了黃金的救援時間 可是我們現在看看最近的兩個例子 像韓國歲月號的沉默事件 他除了本身違法超載之外 其實是他第一時間的緊急事故處理不當 像第二個就是最近首爾的地鐵 他也是發生那個二號線追撞的時候 結果他的戰務人員要求 大家在這個車廂內不要下去 可是所有的搭乘的乘客 都因為歲月號 說叫他們不要下去 結果死亡那麼多 現在他們就很害怕 結果他們就強行出去 事實上這就是一個教育不足的一個現象 那我認為在我們的元能會裡面 網站上面雖然寫得洋洋灑灑 有很多的核災應變的相關知識等等 可是我覺得都不夠白話 你應該就直接去看一個字 就是我們民眾上去看的時候 譬如說你到時候發生的時候 因為你距離核電廠多近多遠 你到哪裡最安全 就很具體化 我希望能夠做到這樣 因為距離 因為它的強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就在網站上直接告訴他 到時候你往哪裡去是最安全 這是一件事 最後我想請教 就是今天我們張部長也講過 我們現在沒有替代能源 現在中研院前一陣子公佈了公投的聲明書 李遠哲先生曾講過說 50年內我們台灣都不可能做到非核家園 可是在那個聲明書上說 他現在要求20年要做到非核家園 所以在中研院來這被尋的時候 本席就問 為什麼你從一個50年根本不可能做到 20年現在卻能做到你的主張 你的依據是什麼 他有講說因為那個生殖能源 還有他的太陽能 他現在技術是進步的 成本是下降的 所以他是認為這是可行的 但是部長 您今天早上有講過 因為這都是不穩定的 所以這個雖然是一個方向 但是他是沒有辦法保證是可以取代 是不是 您可不可以說一下 沒有錯 現在在替代能源的話 當然可以說考慮天然氣 或者包括其他的一些 我們講快一點 對 如果說我們講再生能源 不管是太陽能或者是風力發電 它都是間歇性的能源 它不是一個穩定的基載能源 如果今天20年之內 它變成基載可以變成基載能源 我相信很多國家今天就不需要靠這個核電 所以必須要從需求面 我們對於尤其在電力需求不足的時候 在工業區 在其他用電的大部分我們在不影響產能 要求能夠用比較有效率的能源的一些製程 或者是設備的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限制 我覺得是不是我們這個部長 還有這個原能會 還有台電在這方面 可不可以做一個比較明確的具體的建議 要不然我們永遠都在這個問題裡面打轉 永遠走不出來 有沒有辦法 可以嗎 我想基本上我們在全國能源會議就會討論兩個議題 一個就是我們將來未來5年10年 甚至15年20年可能的電力的來源 在電力來源受限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需求面要如何去節制 如何去限制 還有我們的電力的成本如何要去面對 像現在我們不是有鼓勵企業 鼓勵企業在節能方面 然後鼓勵他們產業結構的生產改變 如果說他們可以提出有效的使用電能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也會有一個好的一個措施 譬如說他的用電的電費就可以隨之調整 價格就可以 現在其實台電都有這種類似的鼓勵的做法 但是鼓勵的做法其實坦白講 它的效果真的很有限 所以我希望積極 所以將來在力道上必須要有比較強制性的做法 希望是能夠跟那個防災教育一樣 先趕快大量的去讓全民能夠參與 能夠了解 然後能夠配合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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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